来劲了是吧 还发火了 这老二不知道怎么的 让他发现这个门 他可以打开了 你搞不懂他劲儿 为什么这么大 这样扣的龙门 他都能打开 好了 不逗你了 打开吧 打开我就让你出来 看这个嘴 是真的厉害 来吧 赶紧出来 过来老二 这么大了 还鸡鸡鸡的 这马上都四个月了 都快春年了 看到人还要撒娇 也是好久没和他们俩互动了 也就是偶尔有时间的时候 把他们放出来自己玩 这自己亲手带大的就是不同啊 这么久没理他 他还是这么亲人 但是也就只有老二了 老三这个家伙 他根本不理我 现在甚至变得 还有点怕人了 所以说呀 每只鸟的性格都不一样 真的是捉摸不透 又跑过来欺负老十四 要干嘛呢 一天天的 稍不注意就在家里捣乱 甚至最近越来越过分了 还想打老十四嘛 走快 来呗老三 来嘛 怕什么嘛 老三这家伙就是特别调皮的 一段时间没理他 他还变得有点怕人了 现在 快吃 哪天得空带你们去看看老大和老四 还别说 我也是好久没看到那两个家伙了 还乖想他们的 现在分这两个家伙就是看尾巴 老二这个尾巴上有点白的 就上面这个 看到没 这个就是老二 我也就这样区分的 看脸的话完全认不出来 因为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 好了 玩也玩够了 回去吧 去呀老二 关门了 脚拉开 调皮 不许再打开了 行了 就这样吧 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小动物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哟